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不希望自己喜欢的心爱的男人受到这么大的打击 我是小仙盾 仙盾燕窝的创始人林小仙 出生于中医四家 我们创立了仙盾燕窝这个品类 在燕窝原料这块花了非常重大的成本 至少都有几百上千次的测试 就是为了一个甜度 最后找到我们整个产品的剥美度控制带了5.5度 这个糖分是最适合人体现目前的这个食用量的 我是小仙盾 仙盾燕窝的品牌CEO 我叫苗树 在过往5年里边 可以说在线上的燕窝渠道 我们都已经拿到了冠军这样销量 而且还在快速地这样的增长 那今年我们计划大概有10个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物 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 在享受到这种传统滋补和美好的同时 然后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滋补 然后有一种美好的状态 然后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明星对我们的认可 像陈树 马一丽 小宋佳 甚至年轻的欧阳娜娜 还有一些男明星 什么朱雅文 然后慢慢地认可我们燕窝和吃我们燕窝的明星就越来越多了 你的战略目标也好 品牌目标也好 但是通往目标的过程中 你一定是经历过无数次的小的失败 然后你再积累经验 所以在我看来失败就是成功过程中 必经地让我成长的这种绊脚石 失败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不会从失败当中去陈列一些有用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怕的 勇敢是对我过去这四年 遇到了这么多事情的一个最好的表达的一个词语吧 创业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一点 我就说一定要自己干 我会让你提早十年做上CEO 咱们上次见面是三年前吗 对啊 16年初 16年五月录的节目 但是录的第一期节目 那时候她还是个孕妇 她的荧幕形象瘦了很多 那时候有一点胖 我看了 那时候穿一个红衣服 少一点点胖 踩个高跟鞋 是 对 那整个人瘦了好多 当时嘉宾还跟他说 要不要做一下 还坚决不做 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需要自己去克服的 其实自己 自己你克服了 你发现很多事情就可以的 其实问题是你要不要那样做 其实主要还是吃烟窝 你这个营销你做得太直白了 在哪里都忘不了 这个小仙顿 小仙顿 她是16年的时候上过合伙中国人 那个时候的印象就是一个初创的企业 夫妻俩很有干劲 这次还挺期待 看到三年有什么变化 只听说她的估值现在是非常非常的 蹦着高地往上跑 所以看看这个从初创的夫妻店 现在变成可能是很有钱的夫妻店 到底变成什么样 这个很期待 今天我来的时候 我们老苗就给我糖了一个这个 这是冰糖烟窝对吧 对对对 口感很好的 我之前做了做功课 你们最早开始弄的是有很多的口味 对不对 是产品研发一手是我做的 五个口味 是我们认为可能更能符合 就是标准化生产 以及人们对口感 哪五种口味 我觉得当时有什么 冰糖烟窝是其中一款 冰糖烟窝 然后老江黑糖 桂花烟窝 桃椒烟窝 然后还有椰奶烟窝 听起来都很不错 女生们都很喜欢 分别代表一个需求 对 老江黑糖叫暖宫屈寒 对 桃椒叫美颜 对 那个桂花是清火 干 对 加班啊 很累啊 是这种的 那现在是那些口味的呢 17年全砍掉 17年全砍掉了 对 就整个两年多下来 我们做复盘嘛 然后数据分析 我们最后统计出来 发现95%的用户 最后吃来吃去吃去 他还是吃到冰糖烟窝上 所有的生产量里边 销量里边 95%都在这一款烟窝 那四款只占4% 后来我们才发现 消费者对于小仙盾 一个叫仙盾烟窝专家品牌 的需求就是 你给我一碗 纯粹的冰糖仙盾烟窝 就可以了 其他的想添加 我自己来添加 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试一下 就是你这个 你可以打开试一下 固形物含量是很高的 91% 对 全是烟窝 你看好 我可以教大家一下 就是只有那种 我们说的燕盏 或者好的烟窝炖出来 它才能拉出来湿的 你看 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你吃上去它的口感 只有用我们的仙盾技术 炖出来的这个口感 它是滑滑的 你可以尝一口 对 我正在掩饰 所以我们选的料 它在国家的标准下 我们还有13项我们的标准 包括对它的营养物质 对那个燕展的厚度 还有燕展的长度 宽度 我们都是有要求的 其实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挑剔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都过不了 我自己的这个在口感 在这些产品体验这方面 过不了这个关的话 我自己是不会分享给身边的人的 因为我觉得我创业的第一波用户 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所以我要对得起他们 所以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精力 在原料的研究 在口感 还有就是如何把它通过标准化的 这种工业标准化的方式 然后把它断除 每一碗都一样 不光是流程要标准 我们的管理也要标准 然后我们的各项检测和研发 持续研发和持续对它的监测 每一批生产者的监测 都非常标准化了 宇敏 你刚才不是对这个小标感兴趣吗 对 其实这个 你可以扫一下 其实这个 真的是可以找到它的这个 它的一个标 它怎么生产的 什么配方 然后是来自于哪个国家 添加了多少烟窝的量 这个标还有故事呢 有故事的 这也是吃一切长一智的故事 对吧 你给大家讲讲 我觉得每一个认为 自己值得坚持的事情 最后都是有意义的 吃亏是福 吃亏是福 这个事情秒总记忆深刻 其实中国13年 恢复了燕窝的合规进口 然后就开始推广这个溯源码 就是合规进口的燕窝 它的各项标准添加物 都是让人体最安全的 保证安全的 所以呢 叫一展一码 每一个合规进口的 它会贴一个溯源码 然后让用户方便识别 扫码也看到所有的燕窝啊 进口的加工信息啊 数量啊 所有就叫燕窝的身份证 有过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就是比较有 情怀的创业者了 那做品牌 未来你要为燕窝 行业的用户提供服务 那你长期看 你必须要使用这种 合规进口的燕窝 你不能使用那种 有风险的那种的燕窝类型 但您知道这里边 最大的差异在哪 就是成本 你用这个燕窝 它的品质就是好 但是它比那个贵 百分之五十到八十 整个行业可以说到今天 能做燕窝都用这个 就是溯源码燕窝的 也很少有几家 那我们公司就是 从2016年五月份 整个可以说是全行业 首家全部启用这溯源码燕窝 当时我俩也是在地户商量 对 我说咱们做百年品牌 这个百年品牌就得有降性 要有良性 对品牌 对客户要好 那对客户好 体现 最主要体现 就是产品要好 要过得硬 国家这个规定 咱们必须常业 虽然咱们不是知名品牌 但是咱首先要遵守这个事 就是反正未来 肯定是要走到这一天 那我就从今天开始 这事实施了之后 实施了之后 到年底我就知道 踩大坑了 就是我们用了这个燕窝之后 你必须得涨价 因为你这个原料 就比以前贵百分之五十以上了 那你涨价之后 我有一部分老客户 他就流失了 人家说那你贵了 你为什么贵 那我有便宜的 我去买便宜的 当然也有跟随我过来的 那这样的呢 到年底 我们每年会有一次 年度用户调查 有百分之八十的客户 是这样回答的 说如果在同等价格的情况下 我愿意去购买 数员买 这是这样的 所以等于是大部分用户 不愿意为这件事付费 而我去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 加成本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当年 我认为 消费者一定会很认可我 所以我把我们公司的官网 首页什么传播 全把第一页都写上了 我是全数员码的 后来我才知道 客户根本看不懂 那这一年下来的话 到年底 相当于我算了个账 就是这五千万里 我就不算流失的客户 我有一千多万的成本 是没有转化成 消费者的实际的购买的 烧掉了 对 那他就掉一个市场了 当时一算账 一千多万没了 对 当时是怎么样 这个地库会议又发生了什么 但我们内部就要吵架了 这个也不叫吵架 就要讨论了 真的 然后就 还要不要继续用这个烟窝 对 我们先说 这么贵 他们也不接受 怎么办 战略团队就一直 一直找我们 就说 小柔 你能不能想办法 调整一下原料 然后能不能这么 反正各种 就是让我改 让我改产品 改配方 改产品 我说不行 受住了 受住了 不行 对 我们说不行 改不了 我说改完之后 我就不能保证品质了 当时你的理由是什么 什么代表来支撑着你 理由就是 我认为改完 它就不是这个产品了 改完就不是这个产品了 它就可能不是这个营养了 然后也不是这种口感了 然后我对这个原料 我没法把控 我觉得这个事情 产品一旦出问题 那你损失就不是一千万 你可能连五千万都没有了 对 所以是从本质上 对客户负责 我们公司第一条价值观 叫客户为中心 因为我这个人 很清楚 如果产品变了 现在跟着你的客户 都不会再跟着你了 所以我们后来是用出新品 然后更小包装的新品 对 我们运营上也解决了一个 就是我们出了一个 比它更小的包装 把单价降下来 成本不可以 然后去留住一些客户 就光在乎这一瓶多少钱的那些 对 去留住他们 他说我吃少点 他说我吃的那样是好的 对 但他吃的还好东西 真材实料 所以我们就调整到 小包装一点的 其实当时团队出了那个策略 还是解决了这个 解决了这个题 也打了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那个产品 70克的产品 现在的爆品 我们现在那款产品 是全网所有燕窝里边 销量最大的 整个中国最大的 70克的那款 对 就因为这样子 我们这个事情就缓过来了 其实在今天 我要再看当年 我觉得当时是因祸得福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中国在规范燕窝行业 也有这种不合规的 价值20多亿的燕窝被查 那这一下整个行业 都要往这个数研码上走了 那在这个时候的时候 那你看我今年绝对从容 因为我在16年 就花了这个钱 教育的市场了 现在不用涨任何一分价 我就一样的 但是如果其他的企业 如果现在要应对这个变化 他们要调整成 溯源的燕窝的话 他们可能会和他们 原本的那个市场策略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因为他们比你们晚了三年 晚了三年 今年我们的销售额 可能会有10个亿了 现在团队整体有多少 我们现在总共 加上工厂那边 应该是200多号人 但是公司这边不到100人 就是我们的核心运营团队 是不到100人 因为我们公司管理有非常大 我们算了一下 如果我们完成10亿的销售 应该也就是200多一点 人效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对每个人的这种效率 要求是比较高的 没想到这么迅速 它能发展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毕竟作为一个钢铁直男 对燕窝不是很了解 正是因为有了小仙顿这个项目 我才开始关注他们这个行业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他们能做这么快这么大 刚才你用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准 就因祸得妇 其实你看我们是失败学堂 一般我们都在喜欢挖一些企业的 以前没做好的事 接一些旧伤疤 其实这个案例还真是很有意思 当初看好像是个失败案例 对吧 对 当年亏了1000多万 你才5000万 就亏了1000万 亏了20% 20% 而这就真的作为一个出售公司 你知道那一年多困难 你知道那一年亏了 那一年其实跟你也有关 跟你也有关 跟爽那有关 因为在16年的6月份 我们拿了这么多的融资 合伙中文人 就是那个节目认识的 然后认识之后 我不是第二天就去他们办公室 跟他们投资人聊 聊完之后非常快速 一个月之内就把所有的融资都到账 1000万 2049 1000万的投资到账 到账之后我们就有钱了 然后就开始 终于能做品牌了 放开来打 对啊 就打呀 然后其实那一年 包括刚刚说的这些 溯源的这些所有的调整 也都是在那一年调整的 就感觉有点 那一年感觉 做了好多事情 有钱 但是最后发现 很多事情其实是无效的 有些事情 又感觉很困难 比如说溯源马这件事情 其实那个时候花这些成本 然后又短时间又没见到效果 其实挺难的 但那一年的冬天 我们俩连教的 连年都过不好 就那一年都过年 连年都过不好 特别惨那一年 是我们创业这五年 最惨的一年 至暗时刻 那一年我们 我觉得公司是不是要活不下去了 要倒掉了 就是刚拿到钱 就感觉活不下去了 不是 刚拿到钱 用了半年 爽了半年 直接把钱爽了 然后我们有了钱之后 我们就觉得 哇 终于有钱了 可以做品牌了 但其实当时 我们在品牌战略的方向 节奏的把控上 经验不足 我们的方向 其实是不对的 你会发现 当你的战略方向 营销方向不对的时候 然后你又急于发展 你又花了更多的钱 但是收获不到效果 所以通过这种 有点恶性循环 好 钱花没了 怎么办 太惨了 我跟你说 到了年底的时候 大家都放假了 然后我们最后 跟财务开了 最后开了一次会 然后发现我们的 我们不但账上没有钱了 而且还应该有个 五百多万的缺口 有个五百多万的缺口 还在亏损 因为过完年马上回来 几十个员工要发工资 要怎么办 然后还有就是 我还要尽量 我要给供应三千 什么的 我要怎么办 其实我们俩特别惨 然后大家都放假了 我们就飞到深圳去 找朋友借钱 甚至说免费给他股份 那先借我们五百万吧 最后别人都没同意 今天我们的股份 很值钱啊 那个时候 还真不是借钱 其实比借钱 人家不借 打击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跟你又换股份的 对 我还给你股份 你都不一样 说明我这事被你否定 就是没有看清 你这个小仙顿 未来会可以做得这么大 其实也不能怪他 最终还是怪我们 当时可能没有做得更好 别那么客气 现在就告诉我 瞎了你的眼 我们当时没有做得更好 现在几多少钱吗 现在几多少钱 十个亿 就算十个亿算吗 我们还不说虚的估值 十个亿的两个点 两千万 两千万 当初只是借五百万 借五百万 还要还呢 还给利息 还给利息 白送你两个点 每年都可以有两个点 盈利 全社会认识我的朋友 你们有这样的项目 可以跟我借 然后但是我们虽然钱 没有办 然后就开始给各种信用卡 打电话 然后当时去深圳 还好 就是第二天 有个朋友 跟我们办了一张 办了一张 应该是普发银行的卡吧 然后跟我们贷款了三十万 还一还 然后我们再自己 刷了点信用卡 先把年后回来 大家的工资 这问题先解决了 因为我跟他两个人 创业的时候 对员工 我觉得我这五年 我们最没有亏待大家一点 就是从来没有延迟一天 给大家发工资 哪怕就是零小学后描述包里一分钱都没有 当时真的很惨呀 你不知道在过年的时候 他爸妈让我们回东北 小孩刚半岁嘛 对 正好半岁了 你带回来过年吧 对啊 然后我爸妈说 你不会东北 那你们就回四川吧 然后当时我们就说 哎呀 小孩还小啊 就各种理由 小孩小啊 容易感冒啊 然后就是各种理由 朋友就去吃饭也不去啊 因为天天躺在床上 你们最后真的没回家啊 过年的时候 就是没回家 就我们两个人自己过 还有宝宝 我们三个人过 对 然后连买烟花都会买 年货也没有买 是吧 好 惨了 那年是这样 不是看烟花嘛 我就说咱就别买烟花 我说那个我开车 咱们三神哪边响了 我就到现场 然后离十米 咱就坐车里 小孩也害怕嘛 看别人的和看自己的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 不一样 我们一晚上 连看了六七个地方烟花 我就开始 三神晚上 看三神晚上 不一样 因为我其实过年的时候 你看我除了那一年 不管是回东北 还是回四川 我总会给小孩买烟花的 因为我觉得那是我小时候 最美好的经验 过年最美好的经验 比如我小时候 我爸爸就会给我买烟花 然后不管买多买少 反正我们就都会特别开心 我觉得那才是过年的感觉 所以 然后我们就说 那个一桶在地上 一百多块钱 都没舍得花 对 但是现在两位 我可以告诉你 你们开车 转那一大圈 那点油费 完全可以买烟花了 其实也是让自己到处转转 让自己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对放松一下 然后就思考 然后大概过年的第三天 我们想透了 到处都借不到钱 我把身边还有一些女性好闺蜜什么打了电话 这个能借个三万 那个能借个五万 就是都是零号 都收过来了 但是能顶一点 对 也顶一点 包括她朋友 这点就能发几个 她甚至还有几个 以前一起 就是毕业之后一起的朋友 然后都是三万 五万 八万的 然后给我们凑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欺骗了她们 对 我没有告诉她们 我们这么困难 对 对 我们只是说我们缓一缓 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 因为我知道我会缓她的 我们化妆师先给小虾 给补补装 应该不影响 我这个人就是容易被感悟 很感谢 对 很感谢 这两位其实我了解她们以前 其实生活过得挺好的 挺滋润的 都是做奢侈品行业 在深圳 对吧 就是 就是 就是倒卖手表 我们是倒卖 我们是正规品牌 社群的 品牌的 官方专卖 就是三年前 我们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我脑子就想 就了解她们说 是做奢侈品的手表 我脑子 就是以什么画面 就改革开了 刚开始 穿一个风衣 打开 打开 是你忽悠她 实质创业对不对 对 其实是因为她的工作调动 然后让我被迫离职 然后来到了北京生活 但是创业这件事情 那绝对是把它拉下水的 硬生生地拉下水的 当时决定创业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在那个 在停车场 我们在停车场 我们还在说 如果我们要准备创业 那我们先要约法三章 就是我们很担心创业 两个人一起创业 最后出现 感情 不要创业没创好 最后两个人的感情没了 所以我们当时在停车场 你记得吧 我们俩说了半天 说这事 就是我们就先约法三章 我们约了三条 第一条叫做 不管这个创业这事情 做多大什么事情 都不能影响我们的夫妻感情 因为我们创业的 最底层逻辑是 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自己 然后更好的成长 和未来生活更美好 所以我跟他说 我说就是第一条 我们这个事 他说对 这点我很认可 他说这点OK 成交 后两点什么 第二条就是 其实这条 应该大家记得最清楚 第二条我说 就是我说我们两个人 一起共同去创业 那一定谁说了算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 领导权的问题 对谁说了算呢 然后其实我知道 我是一个喜欢做决策 善意做决策的这种 就是也很愿意 帮别人做决策那种 就是属于这种 内心的人 然后我就很担心 未来大家在工作中 然后这个决策的问题 怎么来分配 是吧 其实是这样的 我都听出来了 因为你们先聊的第一条 第一条是为第二条 做铺垫的 没有 其实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认真思考了 因为在创业这个时候 我也认真思考了很多 我就觉得苗总他做事情 然后特别心特别细 然后他特别在关注数据 所以我认为未来整个项目的启动 甚至经营 我觉得交给苗总来做决策 我非常放心 所以我把我的所有 你口吻是吧 交给苗总 对 就是把我所有认为 我可能会有到的决策权 然后我觉得都是他的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在后期的整个项目的 运作过程中 在决策 然后在分工决策这块 其实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然后第三条就是我们说 未来我们一定会争吵 不管在发生到多大的争吵 我们都不可以说出 最不愿意 大家都不愿意说出的那两个字 就是离婚或者分手 就是这两个字是一定不能说的 然后我们其实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 遇到了非常多的意见分歧 还是 我就对这个特感兴趣 吵过了很多次 但是 有什么具体的 就是吵得最凶的那一次 就差一点就脱口而出了 那两个字 就那两个字 那两个字随便没说出来 基本上就满天空都飘着两个字 就是这种感觉 有的有的有的 那是什么 大概在16年底吧 之前也有一些小吵吧 那一次吵 我记得非常深刻 然后吵架的时候 我们俩也是在去 谈完一个事情 回来的路上 快到办公楼下的 也在停车场里面 我记得 也在停车场里面 你们就喜欢在停车场里开会 对吧 因为在外面不能吵 因为外面不能吵 只能在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 然后才能谈那个正事 回家还有孩子 只能带你 就不能吵那会儿 然后就是 就在停车场 然后在车里 然后就为这个 依稀经营的思路的问题 然后吵得不可开交 那他说 那你不干 那就别干了 我说你可以不干 我也要干 怎么怎么反正就类似 就说你不干你就走人 就类似像这种 然后下去就是 你敢走的话 然后就大家也别 在一起生活的那种感觉 就类似 就类似那样的话吧 然后就气得不得了 然后他把车都砸了 砸车啊 他把车砸了 砸得很难 这是从后备箱拿出一个棒球棒 不 他只是用手砸的 然后手都后来出血了 是吧 这个几个地方都出血了 就是那个导航打平 打平 那个车打平 打了好几次了 他那样砸 然后砸 其实我看他砸那会儿 我心一下就静下来了 就是我会心疼这个男人 心疼车是吗 不是 我不是心疼 我不心疼这个 他砸什么东西 我都不心疼 我心疼这个男人 我是觉得 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分歧 会把他逼到这个程度 抱歉 当时就是那么想的 开始还吵得很厉害 当他砸车的那一刻 然后 就 自己很难受 自己哭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自己很不对 然后我就 想着一定要找一个办法 来缓解他 因为我不希望 自己喜欢的 心爱的男人 受到这么大的打击 因为他能做出那种举动 证明他很难受 这就是为什么 每一次争吵 其实我哭不是哭 别人骂了我 因为我是看到 身边这个男人 他可能在面对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之前在发生争吵 或者是 就是一些冲突的时候 他心里特别难受 但是我也受不了 但是我要 我还要非常努力地去说服自己 他不是那样想的 他本质上不是这个原因 他只是性格问题 他控制不了情绪 我应该要去帮助他 控制自己的情绪 去往正确的方向去调整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我可能从一个未婚的女人 一个女性 然后到一个结婚之后 甚至有了小孩之后 这几年的变化 我觉得从这里来说 我觉得我成熟了 那一次 其实后来跟很多朋友讲起 就是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还在说 其实我对他也有惩罚 然后那个车砸坏了之后 我为了怎么改变他呢 他当然我也知道 他肯定也不愿意看到我 那么难受 是吧 然后车砸坏了之后 一个月我都不让他修 他第二天就说 他第二天就要去修车 我说不能修 我说这个车不能修 我说你未来要管理一家企业 你就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我说这个就是你控制不好 自己的情绪的一个代价 我说你就看着他 一个月不修 过了一个月之后才修 我们就硬生生地挺了一个月 那手上的伤是不是也不让治 不让治 每天看着 就就就就 愈合了再把他 对就是这样 然后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案例 他自己其实也 对那次印象很深 我觉得一次一次的成长吧 也练就了就是我们现在能够 就是处理事情或者面对一些 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很多事情需要 两个人用争吵的方式或者 有一个好的沟通方式来沟通 再给补补妆吧 好 抱歉 这个我们这个化妆师你干脆你搬个椅子就坐在这 对对对对 随时身上 对对对对 今天聊的 因为大家都 对 你这个状态进入得很到位 可以 他在家庭生活当中 你们俩应该不会 基本没吵架 基本上 不会因为家庭的事情吵架 我们俩都不是那种 揪戏事的人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 我能感受到他俩其实 特别强烈的互补 还很和谐 非常复补 比如说我说过年要去旅行 然后他就问我 你想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旅行 就特别厚补 就是永远他是那种组织长 定个方向 然后我就把事给他办到位 对 我说 然后我说要去旅行 然后他就说一说 他说好 那你想去一个 什么样的地方了 我说一个拍照要美美的 然后吃要好吃的好的 然后住要住的好的 然后不要太冷的 然后我就会有这些点 然后他说巧的 跟我的想法一样 他不会这样说 他会说好 我给你定制一场旅行 然后他就开始各种研究 有各种人找数据 找什么的 他就说好 那你现在有三个方案 好 你觉得哪个方案好 然后我就选一个好 这个方案 好体贴 都是这种 然后家里的一些小事情 基本上都不用怎么他操心 就是一些我能决策 能处理到的 都不用他操心 比如说买车 然后他说 我说买个这个车可不可以 他说可以 然后我可能过几天 就把车都拎回来了 然后他负责开就行 就是这些小车 有些事情 我非常有把握 他也相信觉得我能办好的事情 可能他就不需要操心 我可以全全去处理掉 创业五年嘛 差不多 今年是第五年 今年是第五年 今年第五年 对 然后三年前上我的那个节目的时候 是怀的第一个老大 对 老大 然后效率非常高 到今年老二已经九个月了 对吧 是 你看这个四年里 也没闲着呀 两位 你是不是停下来了 只有描述一个人在创业 没有 再绑上 我不想这样 对 他其实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之前有记者采访我 他说苗总你觉得 你创业这几年 你有什么印象 我说 我想 就忙着生孩子 我说我就想到 脑子一闭眼 就有一个孕妇的一个身影 就是他就 就是一直奋战在一线 就是他生两个宝宝的前一刻 都在工作 我记得生大宝的时候 就是前一天马来的供货商 来送来货 还没有验货 早上六点钟太动 他是医生 就是他特别有把握嘛 他说这个不叫太动 叫公缩 公缩 他说这个频次的公缩 是没关系 他说我们 未来两个小时 都不会有事 咱们先去公司 把产品测下 然后测完了 咱可以安安稳稳地去 我说你这也可以吗 对 然后我们俩去公司 八点钟到公司 七点钟到公司 两个小时测产品 九点钟我们公司员工 陆陆续续上班了 然后看我俩这个神采飞扬 说苗总你干啥去 我说仙总要生了 早晨已经赐好产品 稳妥继续生产 然后我们去 对 当天就出生了是吧 当天的过了凌晨 十二点四十八分大概是 稍等下 来化妆室来班等 在五月中 只要一聊宝宝 一聊生活 什么的 很感情 对 很感情 而且我看胆子特别大 对 真的这一般的孕妇 谁敢这样 对于很多职场女性来讲 收两个宝宝 然后又在职场大厅 都很多 何况你是 创业人的平衡 就是这些事情 我记得在怀 第一个宝宝的时候 又有太多事了 其实这个很多 中国女性可能接受不了 甚至不敢这样去做 因为由于我自己是学艺的 然后我知道人体的这种营养 然后术后修复的方式方法 所以我也冒着胆子 然后这样做了 然后包括后期 过了那段繁忙的时间 然后后期自己通过健身 通过营养的补充 然后其实也把自己调理得非常好 大家看我现在就知道了 然后每次去做医院做复检的时候 然后指标都特别好 之前我们这个节目 我一直有观点 创业成功 其实运气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除了本身的做生意的天赋 这两位绝对有天赋 是吧 以前刀手表 手表 打一块一拉开 绝对有天赋 你看他们这么聊 思路也很清晰 然后也很笃定 目标感也很强 然后加上有运气 我觉得我们一上来 就做燕窝这个事 还是有点 你说我觉得还是有点运气 你们做得很早 14年做的嘛 对 就我们踏到了那个电窝 刚起要起的那个风口上了 我们做的时候还没起风 但是它马上起风了 我们就切进来了 然后随着做 其实这个行业的势能 带着我们就往上去走 其实你进个朝阳行业 你省了多少劲吧 是这样 我大概了解 你们有好多明星的这些客户 而且我们的明星全是一线女星 张博之 张博之 张雨琪 什么陈树 马亦帝 宋佳 年轻的欧阳娜娜 等等 就很多 其实最开始这个事 其实现在都好多人找我 说苗总你们太牛了 他说你们怎么搞这么多明星 第一个你们花多少钱 第二个就是你们是怎么弄的 什么这么快 那其实我们当初在16年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这个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你做品牌吧 你做品牌 你得总有点这个代表性用户 她吃了别人看着好 她才跟随她们 那我们就想燕窝是个轻舌品 那谁来代表 那一定是中国的一线女明星 女明星都吃小燕 那我大概率年轻女孩 主流人群都跟着吃嘛 那我们说一定要找明星做这个事 听起来没问题啊 对 是没问题 听起来没有问题 但是一做就问题很大 一做就很大 就是我们记得当时是16年的七夕 8月份 然后我们就提前两个月 我们就准备在七夕这个时候 想找个女明星 先发个微博 那时候正有钱呢 那家一千万还在花着 对 找个女明星 咱哪用明星啊 有钱了是吧 然后找各大经济公司 对了能有十几个女明星 感觉就是热脸贴冷屁股 就是所有的反馈就是 啊 小燕都没听过 就直接就回绝了 就两个多月下来 一直到七夕那天 我们都没谈成一个明星 然后全团队在屋里就想 我们这方向是不是错了呀 这个 我们当时都是溯源码的 全行业第一家溯源码 对对对对 比别人成本贵百万五十了 他不认我 没有知识 不懂 没有见识 不识我 对对对 我觉得后来其实是 也就是无心插流的碰到的 就是大概两个多月后 我们一个朋友 他跟那个演员陈树是朋友 他俩一起聊天的时候 演员陈树他刚拍一部戏 然后他很咳呀 好像是现片场的 新装修 他有点咳 然后我朋友跟他说 他说你看 我有个朋友做了一个新品牌 就是做燕窝叫小仙炖 他就是你下单他当天给你炖 你就给你配到家 很新鲜这种 他说你在片场没人给你炖 你就用这个我送你 对 送他三个月 吃了三个月 对我们当时也没 就是已经没兴趣了 就是朋友送他 行支持一下 无所谓 结果树姐一吃 因为树姐她自己 其实也是个保养达人 她自己懂自补养生 她对我们的产品评价很高 以前她在片场 她是吃香港的一些大品牌的 即使累了 两年保持新鲜烟 但是她吃了小仙炖之后 产品也好 她识货的 常年吃烟雾 你送多少瓶 你刚才说三个月 三个月 就是九十 那也得六七十瓶 每周三瓶 每周三瓶 不是一次性送过 因为我们保持期只有15天 是新鲜的 我们的配送方式是 按每周固定的时间 每周就给她送到了 每周给她送到了 感觉是给她配了个 私人顿主师随行一样 对 她感觉这种人非常好 真的特别方便 所以她就主动想约见一下 然后我们就跟树姐聊了一下 聊得非常好 就是几次接收下来 后来树姐还成了我们的投资人 就是在 就是在 对 17年的四月份 她还投资了我们 对 那么基于这个其实在 所以其实就是打开了 在演艺圈打开了一扇窗 打开了 打开了 然后我们终于觉得 有识货的 有识货的 没有 对 传播其实一定是这样的 它要有一个所谓 它就相当于一个KOL 对 然后它影响的是 它周边的那些 它用了别的明星就用了 对 它在片场吃别人会看得到 对 后来树姐到哪儿 我们就要多给她配 对 就是她就周边的 她一起吃 自己牙东西 对 她对外都说 她说这是我投资的 我投资到 然后你们试一下 如果好吃 我这样能给你配 这再次证明了 两个人运气 好吧 碰到了 本来都绝望了 是 很挫败 我觉得运气很重要 对 但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运气之外 可能还是本质 你要自己要准备好 就是林小仙 这么多年 对产品的研发和坚持 他们先认课产品 对 这就回到 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 聊了产品的 遇到的坑 营销上遇到的坑 对吧 其实那么多的坑 你们就这样走过来 除了运气之外 然后那个总经理 又很听董事长的 这都是重要因素 然后呢 两人开会都在地库 比较私密 等等这些因素 其实最核心的因素 是因为产品好 是 小仙他带着他的这个 产品团队啊 这快五年了嘛 一直在专注于产品那块 他平时精力不太在 我们营销和运营端 就是做产品标准化这件事情 听起来很简单 其实需要的技术层面太多太多 是的 今天学了一些商业的知识 是吧 也了解了别人的商疤 我们也开心那晚上 还学了一些保养养生美容的知识 今天还是很有收获 感谢两位 然后祝小仙顿明年估值翻一翻 好一定 谢谢 不借钱的那位 我告诉你 两个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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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们比三年前我的初步的印象 他们成熟了非常非常多 三年前其实还是一个就是满怀热情 开始创业的那个状态 其实他们之前的背景是职业经理人嘛 职业经理人开始自己做老板创业 我能感触到那种那种状态 现在是明显是个企业家的范儿 所有的思路啊 包括内在的逻辑啊 包括他所有讲出来的这些故事 那些见识 其实都是一个从企业家的角度去谈问题的 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变化 小仙呢 他几次啊 就是抑制不住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悲情 其实有的时候 人的哭它不一定是悲情 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它感动 我也能看出他 他内心实际上是带着一种 有一点点喜悦的眼泪流出来的 因为他回首过去的时候 有一种幸福感在里边 虽然有一些苦涩 虽然也我们也聊到的这个 可能创业的艰辛 但是他的那种哭 我觉得里边洋溢的一点点幸福 我觉得这个让我很舒服